有些东西你前一幕画的东西你也阻挡不了 就是说它是在学业里的 应该是一种很弱的东西 轻微的那么一点点东西 然后就会完全改变这个东西 然后它就离你的常理 离你之前的理解 然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这个宿命和记忆 其实某些层面上 你会觉得是一种东西 它作为一种偶然性存在的时候 它是宿命 然后它在那里 它是一个城市 然后它显现出来了 你经历了 它就变成记忆 变成一个已成的事实 然后存在了 其实是一个极度的盲目乐观的人 你某年某月某日穿着某一身衣服和谁在某一个 某一个那个地方 然后做了一个某一个姿势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不知道发生过 你的记忆是排斥这个的 因为你记不得 没有任何的记忆 所以说就这种感觉比较有趣 就会让你觉得 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像我从来不认为 就是说 就是作为生命体 人这种物种 在世界当中是 具有什么创造力 它实际上就是 一种实用的权利 和发现的权利 就是形式感 就是表象 然后这才是最真实的世界 对于我来说 根本的形式感 就是大自然 就是说它是一个 最基本的东西 图像仅仅只是一个 借口 颜料或者介质 这些就它的物性 比你用这个物性 去干个什么 要更重要 如果你把它看成 一个纯粹抽象的东西 一些色块 然后以某种质感的色块 然后拼接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把整个你的 就是所有的这种技能 全都降到最基本的一个水平线上 就是说你只要有生命 你都能够获得到同样的快感 这样你工作得到的东西 实际上才是一个最本质的 然后你会也会把绘画看待成一种痕迹 就是说我希望别人看到的 真的就像是一个水字 一个油字这样生出来的东西 就是完全是没法控制的一个东西 你一直都是跟随着这种偶然性在工作的 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在你控制和不可控制的 这两个点之间来会徘徊 你会觉得你是在这两者之间去找一个点 就是比如说我嗨到了 然后我觉得高兴 我才能够继续 之前有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它突然被改变了 就变成另外一种特别抽象的 然后特别直接的 它是充满偶然性 但是最后得到了一个特别必然的结果 你实际上是在确定 就是说你看到的是 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同跟异之间的 很微弱的一种差别 然后能够让你很舒服 所以说我喜欢把很多经验值降到最低 就是说你渴望去找到一种最基本的东西 你无法拒绝它 它是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我就想找到这种就是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最简单的东西来工作 来就是说继续下去 你了解外界和对待外界的态度就是说 初衷可能就是为了了解自己 因为首先你把自己就看成是外界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在了解外界的时候 实际上你怎么去了解了解了些什么 这些东西就已经是在了解自己 可能骨子里对这个东西真的需要 对于我来说工作吧 绘画这些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在证明自己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使創刘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李宗盛 还记得要做事吗 在这里是直接的对待 在水梯咖啡丁 它是对待外界代表的 因为它是写的 可是水梯也不吝点火 wäre这样去做如果不吝点火